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言谈股市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苹果 在昨天发布了业绩过后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股价有一点点的回调 就是掉到149.8亿 主要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是因为它的这个业绩没有符合他们的预期 就是分析员给予预期是84.85个比列 可是他们这个季度只是做了83.36个比列 当中他有说到主要是因为晶片短缺的问题 导致他们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这个电话 还有主要是在于他的电话不够产量去卖给他的顾客 然后呢这个earning per share是有符合预期的 earning per share是有符合预期的 然后我们看到下一个季度 下一个季度分析师说他们需要 就是做到这个forecast 118.5个比列 跟去年同期相比呢 是增加了接近一个15个巴仙 这个季度呢 这个Tim Cook 苹果的CEO就有说到 因为这个晶片短缺的这个 这个影响 可能他们也比较难给到很准确的疫情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导致好像马来西亚 我们也有也没有办法马上的提高全部的产能 所以马来西亚的这个晶片商 也是有说可能要等到明年 才能够完全的提高产能来应付这个需求 所以但是我们以现在的情况来说 马来西亚的情况是比以前好了 很多这些公司都能够100%的来生产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疫情 OK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 业绩的情况 这间公司其实我在几年前都已经买了 OK 基本上这个季度来讲也是跟往年的一样都增长的 你看他的这个业绩 Sales的增长 都有一个30多个% 一整年来比的话 然后Gross Margin Gross Margin 我们拿这个152836除上 Dotals Sales的话也是在40多个% 所以是一个赚富蛮高的公司 Net Profit Margin呢 Net Profit Margin我们就拿这个9680 OK 我们就除上Sales Sales就是在 最上面那个365817 除了过后你就会得到25个%的 的这个Net Profit Margin 所以以以那么大的一个公司来讲 这是个很健康的公司 然后你也看到他的他的这个业绩 啊都有都有在成长 所以这间公司啊是一个成长型的公司 然后赚富也是蛮稳的 然后接下来我会看的另外一个就是 他的这个share 你看他的dilute share 从去年到今年也下滑了 因为公司用很多的钱来买回公司的股票 所以他在回馈股东方面 长期他都有这个 他都有做这个动作 然后你看他的营业额 他这里有分出来 几乎每一个国家 他的业绩都在增长 每一个国家 中国特别明显 增长了一个78% 我相信这个是跟去年 当特朗普他 抓掉他们华为的这个 这个 女董事长 有这个孟晚舟有一个关系 因为今天他们放了出来 可能他们就觉得 苹果不是一个 一个底 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底益的公司 所以 今年的 今年的这个业绩就成长了 非常好 在中国大陆方面 所以看得出他们是 很爱苹果的这个产品 在接下来呢 你看 苹果 这个财报也有分出 每一个 每一个产品 每一个产品 iPhone 我们知道是 手机哦 所以手机其实占了他们的 sales 是蛮高的 整个业绩 占了52% 以一整年来看 往上来 以前都是这样子 45到50 多数都是在50% 的这个 占了整个的 整个的营业的 的50% 然后MacBook 也是有 这个关系到Mac MacBook 或者Mac电脑 也是在增长 iPad 也是在增长 Variable Home 跟necessary 这个是在于 苹果的这个 手表啊 还有它的 HomePod 还有它卖一些的 周边的零件 你看 同比也是增长 service 这个service呢 你看它今年 跟去年的增长 也是特别明显 因为 苹果已经开始注重 一些 每一个月 它的顾客可以 用这个 Apple Cloud 或者是 Apple Music 还是它玩游戏的时候 还有Apple Store 里面的赚服 所以基本上 它的Gross Margin 来讲的话 这个是最高的 因为它不需要 任何的 硬体的 的支持 然后也不会受 晶片短缺的影响 所以这个对它来讲 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保护它整个业绩 的一个 一个 一个因素 所以68 除上 365 这个68 除上 365的话 它是 它是占了整个的 业绩的18个巴仙 18个巴仙 从去年来讲的话 去年 是占了 19个巴仙 不过我们看得到 它也是增长的 蛮快的 所以 所以 这个 这个季度 基本上都是 看起来都是 蛮不错的 然后 接下来你再看一下 它的现前 它的现前 也是 也是增长 也是有增长 因为公司赚的钱多 所以 把 现前反而没有什么增长 38加50 90个Billion 然后 主要我相信 它是拿蛮多钱 回馈股东 这两个价钱 是61个Billion 现前 有些要花 花蛮多的钱 买回公司股票 跟在派息方面 然后呢 债务 债务也是 跟去年 去年同比的话呢 差不多 差不多 98到101 然后 短期债务 差不多 没有什么增加 这个 这是一贯它的作风 一贯它的作风 然后呢 现金流的话 现金流 是有增长的 一整年的现金流 它的现金流 你看 从80 增长到104 OK 然后它的 这个 CAPEX呢 也是很健康的 一个那么大的公司 只用那么少的 CAPEX 来 运营 可见它在 控制它的 这些 Plan跟 Equipments 这些 是控制到很好 主要它把 多数的 这些COS 这些成本 都 Pass给了 这个TSM 可能它的 Supplier那里 就 帮它去 Maintain那些 那些 PROPERTY 就是它们要建工厂 基本上 苹果是没有建工厂的 它们就把COS 交给了它们 所以 是很好的 所以它就有很多的 Free cash flow 104 减掉11 所以看得出 如果是与 这个 Facebook相比的话 苹果那么大的公司 它的 CAPEX 竟然是可以低过 与 Facebook的 这个是蛮 这是它在成本控制上 是蛮好 然后它的业绩都一直在增长 所以这间公司 对我来说 短期 短期可能下个季度 我们看回去 如果下个季度 它没有达标的话 可能 股价会下跌了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短期怎么来看 短期 不过长期来讲的话 这间公司都是在增长 任何 对我来讲 跟Facebook相比的话 反而会比较喜欢 这间公司 它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表现 然后也 长期来讲的话 因为现在是一个5G的 一个 5G的一个年代 5G过后可能 就还有6G 所以对苹果 自从它自主研发 这个 iOS的 这个 OS的这个晶片过后呢 苹果 从它的手机 到它的平板电脑 它的 它的这个CPU 都是它自主研发的 已经没有跟这个Intel拿了 所以 在控制这个技术方面呢 还有成本方面呢 是一个对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它继续成长的一个关键 所以 就在我觉得 长期来讲 它在成本的控制 跟整个趋势来讲 都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公司 所以 长期来讲 每一年的增长的公司 任何一个短期 给人家抛售的股价 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以长期来讲 所以 跟 跟这个 免数来比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苹果 可是在股价方面 这个就比较难去预测 因为短期来讲 是比较难预测 长期来讲 都是 都是有一个 一定的增长的话 这个 这个苹果的股价 还是会重新高 所以 这个是我对 这个 苹果 这个业绩发布后的 一个小小的看法 可以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分享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